第988集 斗智斗勇 你给我闭嘴吧 老不死的 你怎么什么事都能唱啊 有你什么事啊 莫小悠有点火了 出言不训道 石天安平啊 自认为自己对中国文化研究得很惊深 这次算是派上用场了 自然知道这个老不死的绝对不是什么好话 气得脸色铁青 但是忍住了发作 并且制止了宇田爱的发作 莫先生这么说 似乎不符合中国尊老爱幼的美德呀 石天安平没说什么 但是不代表老史密斯不说 无论怎么着 石天安平和他才是一条线上的人 莫小于笑笑 驿长先生 我们只尊敬值得尊敬的人 并不是年纪大了就一定要尊敬 海里的老王八多了 老上来一样吃 老史密斯脸色一变 明白莫小于的意思了 看来这小子绝不会这么容易就范 如果议长先生觉得我有嫌疑 我可以配合调查 但是要等我的律师来了 我才能说谎 否则我是不会配合的 但是如果调查的结果和我没关系 我也不会就这么咽下这个苦果 中国现在虽然还不够强大 但是中国人也不会任人宰割 我只是劝议长先生一句话 不要让人当枪使了 有些人一直在处心积虑做的就是破坏的事 只要是中国和哪个国家的关系好一点 有些人绝对会去挑拨 这一点希望议长先生看明白 不要上当 时间不早了 我要回去了 预祝议长先生访华取得圆满成功 莫小于笑笑说道 老史密斯一不傻 自然知道莫小于说的什么意思 莫小于要走 他居然也没拦着 还把莫小于送到了门口 不过说了一句话 莫先生 我没有恶意 但是我的密室的确是被盗了 而且听说图纸现在在中国人手里 这一点我没有说谎的必要性 莫小于觉得此事再多说也没啥意思了 你就是老婆丢了 那我没偷还是没偷 谁偷了 你找谁要去啊 你找我不好使啊 啊 那我只能说遗憾了 不过呢 我倒是可以帮助议长先生留意一下 可是我不能保证能够帮议长先生一定找回来 莫小于说道 找回来也没有用了 图纸可以复制很多份 估计那些人已经开始到图纸的目的地去挖宝藏了 至于挖不挖得到 那就不是我要操心的事了 老师敏斯丝毫没有因为图纸被盗而伤感 反倒是开起了玩笑 这也让莫小于很怀疑他画的真实性 但是很明显 盗取图纸的人还真的是有可能是中国人 白鹿急匆匆地赶赴欧洲 为的是什么呀 啊 真是有很大的嫌疑啊 可是自己和白鹿闹翻了 不然的话倒是真可以问问他 而且看老史敏斯那架势 很可能图纸是假的 如果是假的 那么国家就会白白投入那么多钱财 到最后可能是一无所获 在回去的路上 莫小于一直都在想啊 要不要和白鹿取得联系 他想了一路 也没想好到底该怎么办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 只需要一个电话而已 可是有的时候面子 让他拉不下这个脸来 莫小于随后和陈伟安联系了一下 得知已经在医院附近订好了酒店 于是莫小于打车 直接到了酒店 来到这里还没休息呢 已经累得不行了 斗智斗勇的活啊 真不好干 尤其是和石田阳瓶这只老狐狸 莫小于在前台拿了房卡 出了电梯 到了房门前啊 门还没开呢 就感觉自己背后 好像是有一双眼睛在盯着自己 回头一看 一个穿着风衣黑丝高跟的女人 站在走廊的尽头 笑吟吟地看着她 你这是真的要和我断绝关系了吗 明明知道我也是迫不得已 还这么不理我 白鹿笑吟吟地走了过来 我去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啊 莫小于看了看手里的房卡问道 我说过 我要是想知道你在哪里 很容易的事情 你说你不在国内好好待着 到这儿来干嘛呀 而且看上去 又要准备蹚一蹚浑水了 白鹿说道 你错了 我根本不想趟这趟浑水 是有人非要把我拉下去 我也没办法呀 莫小于叹息道 你就打算在这儿和我躺下去啊 白鹿看了看房门问道 莫小于这才意识到 自己还没开门呢 于是开了房门 把白鹿让了进去 两个人都是有经验的人啊 所以进了房间之后没说话 直到检查完一遍 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之后 这才放心坐下来 可是呢 白鹿依然很小心 从兜里掏出了一个大拇指大小的东西 打开了开关 放在了桌子上 不停地闪烁着红光 白鹿脱掉大衣 挂在了挂衣架上 黑丝短裙 高跟鞋 更加性感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莫小于只是扫了一眼白鹿 指着桌子上的东西问道 这是信号干扰器 五米范围内任何电子设备 都将失去工作功能 不用害怕 对人没有坏处 莫小于没说话 点点头 这不愧是当了领导啊 果然是小心谨慎多了 你刚刚去哪了 我的人在医院没有看见你 哦 我去史密斯家了 我是被他绑去的你知道吗 你不说我还想问你呢 老史密斯说他的密室被盗了 而那个密室只有我和他进去过 所以很怀疑是我把秘密泄露了 还要我协助调查呢 哎 我想知道 是不是你干的呀 莫小于问道 你认为我有那样的能力吗 白鹿问道 你有没有我不知道啊 但是据传那张图纸落在了中国人的手里 看来他是认定中国人到了他的密室了 莫小于没再追问白鹿 他们一向都是如此 如果你不想说 我绝不再问 那只是他的怀疑啊 有本事拿出证据来 没有证据就不要瞎咧咧 惹急了可以告他 白鹿毫不在乎的说他 莫小于看向白鹿 其实这短短的时间没见 白鹿的变化还是挺大的 只是莫小于更喜欢以前那个白鹿 而不是现在的他 这次要待多久啊 白鹿问道 很快就走 莫小于说道 我说道